随着凯米台风的远离 各乡正式公所也跟着进行灾后的重建家园工作 瑞穗乡公所原定7月27号登场的 八一原住民族日系列活动 也因为台风来搅局以及善后工作 经过几经的评估考量之后 决定整个活动是顺延到8月3号来办理 虽然凯米台风已经远离 不过除了暴风全人笼罩台湾各地 也受到了台风外围与西南风夹带旺盛水汽 各地风雨持续不断 瑞穗乡公所原定7月27号登场的 八一原住民族日系列活动 瑞穗乡原力觉醒服装展演 即农产手工艺品展售市集活动也被迫延期 瑞穗乡的原住民族日系列活动 主要是由乡公所以及乡内17个部落共同筹办 希望透过文化展示 传统工艺展示和族群音乐表演等等的活动 让更多人了解和尊重原住民族文化遗产 然而面对台风天灾的威胁破坏 乡公所竭经评估最后决议顺延到8月3号来办理 以确保所有活动参与者的安全 匠长吴万德也经一步表示 瑞穗乡两年一度的原住民族日庆祝活动 虽然顺延到8月3号下午登场 不过庆祝活动项目音乐式及内容都不打折 邀请大众届时一起来共享盛举 记者是玉兰瑞穗采访报道